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B&N刚玩具测评 本期是第20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 正是壮真impactor 这个角色 我最早遇到是在看网飞的动画 就是这个围城系列里面 当时他是一名霸天火的成员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是身受重伤 之后被这个救折 Ratchet所医治 然后他是为了报恩 是保护救折 这么一个桥段 当时这个角色 也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其实最早 如果我们熟悉漫画的话 应该是这 他最早就是在这个漫威的漫画 包括在IW漫画里面 都有所出场 那么他是这个雷霆救援队 这个wrecker的首席队长 那么这个队伍的话 就是汽车里面 一些激进好战分子组织 那么他们的形式风格 是一般的汽车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风格是作风 标换手段强硬 经常去被派去执行一些 这个棘手的任务 那么他们这个团队的口号 就是破而后立雷霆手段 英语叫做wrecking rule wreck就是破坏 而rule的话就是统治 我们这个impactor就是首席队长 在执行一次任务的时候 impactor撞针 他是为了保护反国军的领袖 正是萨龙王公 是以身殉职 在殉职之前 他是将自己队长的身份 传给了springer的弹簧 是这么一个故事桥段 那么之后我们也会 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今天我们分享的 就是这款玩具 这个玩具正是通販版本 通販版本 它的头雕的话 是跟这个另外一个版本 是不一样的 通販版本 它这个胸口的标志 正是汽车人的标志 头雕是怀现了动画 以及老迷的动画里面 这么一个形象 而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IDW头雕版本 头雕是一个 更像斯巴达人的 这么一个头雕 This is a Spartan 然后它兴术的标志 是霸天虎的标志 当然还有第三个版本 就是沃尔玛限定 这么一个旧化涂装的版本 那么那个头雕 也是跟这款是一样 只不过就是身上 有很多的旧化的一个涂装 好 那么闲闲少许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 这个玩具也是我在 逛地天的时候 进行一个购入 价格非常的美丽 是全配无损 作为坦克形态 我也是非常的喜爱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买撞针的话 都是看上那个人形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玩上 首先它的配色 通理配色是这么一个黄色 还有这么一个紫色 那么你说它是汽车人也好 说它是霸天虎的话 也是非常的搭配 因为紫色就是霸天虎的 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配色 好 那么首先作为坦克 有三要素 那么就是一个移动火力 还有装甲 作为它的移动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有这么一个四段式的一个履带 那么有点像这个老人故废退 可以进行一个不同一个地形的一个移动 另外下方是有这个小滚轮 那么是可以进行一个在平面的这么一个移动 来看一下 虽然不是很顺畅 但是也有这么一个移动的可能性 不是这么干推 然后第二就是火力了 作为这么一个坦克 它当然是要非常不俗的火力战技 就是前方这个地方 有这个小炮的输出 我们看一下 一个小炮输出 然后上方 首先这个非常具有实备性的这么一个肩炮 在上方作为一个副武器的输出 上方还有这么一个鱼叉性质的这么一个攻击手段 这个地方是人形的大枪 作为坦克形态的话 是这么一个大炮管 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一个角度的抚养 防空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当然坦克的话 要进行一个多角度的一个旋转 炮塔是可以进行一个完美的旋转 没有问题 达到一个360度一个旋转 好 那么最后就是第三个要素 就是装甲 它是一个非常厚实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 前方有这么一个披荆斩棘的这么一个小物件 在现在很多坦克上面都有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了 是可以比如产量对方的一个防坦克的 他们一个这个捷克刺猬 这个巨流母都是可以的 然后上方的涂装 我也是非常的喜爱 这个地方是有一些旧化在这里的 那么涂装也是不俗 作为通贩版本 有这样的涂装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还是这个D级别 那么闲手去 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变形了 它的变形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 另外再说一下 作为人形的隐藏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下方也看不出来有任何人形的痕迹 除了这双这个大腿在这里 好 变形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这个上面都不拆 那么直接在下方 首先在这个地方 那么要解开一个小的锁定 就是这个地方 一个小柜在这里 要解开一个锁定 然后就可以把前方 也这个地方打开一下 就可以在变形腿部了 这个地方向外进行一个扭转 把它拉到上方的这个位置来 到这个角度 然后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弯折 到这个角度 然后前方的脚掌 给它这样的平平的打开 这是一条腿的变形 另外一边是一个镜像操作 那么向旁边进行一个打开 然后扭转到上面来 到这个角度 然后再把它转到这个位置 然后脚地板把它打开 非常的简单 然后把上方进行一个向前的这么一个扭转 那么这个姿势的话 其实也可以玩耍 我儿子特别喜欢这个姿势 他觉得像某个这个核心装卖里面 类似这么一个机器人的形态 向前进行一个攻击 也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上面身的变形 首先这个地方要进行一个锁扣的一个打开 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一个小一个小的一个凹槽 卡住 然后前方的手部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大枪的话 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好 然后这个手部我们来看一下 在旁边进行一个扭转 这边的话也是进行一个扭转过来 好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 这是一个胸板 可以把它翻转下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一个卡扣 可以卡在这个地方那个小凹槽的地方进行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 就像是这样 好 手部我们进行一个角度的一个调整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旋转出来 是一个握拳手 好 转到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 那么根据这个漫画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不把这个第一的话 你可以把这手转出来 待会拿我武器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小的鱼叉 可以在上方进行一个持握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去 在前方是一个小洞 直接把这个鱼叉放在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很还原的这么一个姿势 好 我们进行稍微这个角度调整 然后这个肩炮 可以把它向旁边进行一个扭转 是这样的一个扭转方式 非常的一个不错 然后最后就是头部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背包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的头部的话 可以把它旋转出来 好 这个背包把它合上 然后把它转过来 这个头雕是非常非常的精细 然后这把大枪我们再看一眼 这把大枪其实是有这个偷胶的现象的 非常的重 说得把大枪是一个银色的一个成型色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持握于手中 进行一个火力的倾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雕 可能很多人买这个玩具 都是冲了个头雕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个刻画 还原这个围城系列里面 这么一个造型 好 我们看一下身上的一些简单的一个涂装 那么这个地方是这个汽车人 阿拉巴的标志 如果你买的是艾迪阿拉巴的话 这个地方是这个把天虎的标志 所以说绝对有这个双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三入再买一个沃尔马先进的话 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非常旧实面性的肩炮 在这里进行一个火力的倾泻 这边的话是一个鱼叉式的攻击 这边是一把打枪 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 这个有一个小背包 但是完全不影响 腰身包括这个身形都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只不过这个后腰 这个腰有点不好 肾有点不好 有点肾虚 肾虚公子 好 把它转过来 不但肾虚啊 腿也虚 腿软 这个软到不软就是腿啊 这个地方是有很大偷胶 如果你做这么一个45度啊 这么一个向前的一个姿势的话 比如像这样 所以说很容易看到这个腿部的偷胶的现象 仿佛真的是这个塑料是很期缺的一个资源吗 难道不是一个能量吗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头雕再次看一眼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那么它的可动性 我们来展示一下 头部进行一个左右的扭转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没有上下的任何一个抚养的可能性 手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大召环 可以进行一个平举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的小奇怪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可以进行一个曲肘 没有问题 手前部可以进行一个威胁的可动 但是没有一个旋转的可能性 腰师也有可动性 我来看一下 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扭转 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类似一个弯腰的一个动作 只不过的话呢 这个地方会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bug在这里 但如果你不看后看的话 只看前方的话 它居然有这个弯腰这么一个动作啊 相信很多这个动作是连很多MP级别的话都做不出来的 那么可以正面的话的欺诈一下MP 到后面的话呢 可能就没法看了 好 把它再次还原 当然腰师的话 既然可以既有转动 也有这么一个弯腰的动作 腿部可以进行一个前踢 非常的一个平稳 平抬也可以进行一个维持一个把持 然后膝关节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可动性 有多种可动的可能性 然后在这个怀关节 在它的这个脚部的话呢 有这么一个弯折 所以说可以摆出很多的可能性的造型来 这个玩具 作为这么一个D级别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它又是这个wreckers雷霆机员队的这么一个队长的一个群 所以说一定是一定要把它购入囊中的 哪怕我觉得咱们来一个双路对不对 一个载具形态 一个人形的话都是可以的 况且作为这个双路可能性 它还有一个不同的标志在这里 这个玩具我非常的喜爱 也是非常的满意 那么它还有很多的漫画作为一个背书 之后我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而那底软软的故事 上辉词 breidır 词XXD ern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